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由鍾嘉惠為你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美國前副國安顧問稱 應推翻中共政權而非換領導 美國議員格林將推法案 全面阻止移民湧入美國 英媒報導 印度或因國安問題禁止華為和中興設備 美澳日印首腦會談張登場 最招自由開放的印太 香港泛民初選案 21人覆核保釋被拒 全數繼續還安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3月10日星期三 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 Matthew Pottinger表示 美國對華的矛頭必須直指中共 不僅是更換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美國應該幫助推翻中共政權 必須讓中共為它的暴行付出代價 博明在蒙大拿大學曼斯菲爾德中心 舉辦的美中大國競爭討論會上表明上述觀點 他不認同對華戰略 只是說服中共支持美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 而不將中共作為敵對目標 他說就好像試圖將一條食人的大白沙 訓練成寬敏海豚一樣 和中共合作根本沒有可能 這只是過去30年 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原因 博明認為 根本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而不推翻中共和中共政權 也是一個不現實的目標 他指出 習近平和中共是切割不開的 習近平代表了 中共長期以來的大戰略和願景 他只是利用了一些更為嚴厲的措施 來加速落實這些戰略和願景而議 因此博明表示 美國對華政策的矛頭 必須直指中共 只有推翻中共 才能夠維護自由國際秩序 討論會上 博明批評了中共 近年來在新疆 香港 台灣 以及新冠疫情等問題上的做法 他還指出 中共政府懼怕自己的人民 遠遠超過他對美國的恐懼 中共花在內部監視 和內部安全上的錢 遠遠超過了 他們花在軍事上的錢 而中共的軍隊 經常會被召集來參與鎮壓國內平民 1989年天安門廣場 對學生的大屠殺就是一個實例 博明認為 正是中國新疆發生的種族滅絕行為 是中華民族的恥辱 作為中共黨員 是要負責部分責任的 他說 我不認為這些暴行代表了中國人民 他們不能代表中華民族 但是他們代表了中國共產黨 因此他強調 中共必須為他所做的可怕暴行 付出代價 據《國家脈動》近日報導 美國聯邦總議員格林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將發布一項法案 要求拜登政府 全面暫停移民來到美國 並推行其他多項美國優先的移民措施 除了暫停讓移民湧入美國 格林的法案 還將恢復前總統川普的標誌性移民政策 逆跡零容忍政策 終止連鎖移民 以及繼續在南部 修建邊界場等等 格林的法案發布之際 正是拜登大幅逆轉 川普的移民政策之際 拜登通過行政令 取消了多個川普移民政策 引發巨大的邊境危機 其中包括 無人陪伴的兒童 等待時間超過聯邦規定的逗留時間 並且仍在增長 在短短四個星期之內 企圖越過邊境的人 就有10萬多名移民等等 該法案還將非法外國人的遣返期限 從90天縮短到30天 要求剝奪避難城市的聯邦資金 並且終止讓夢想生入籍 也即DACA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關於南部邊界 該法案還提議 通過美國財政部的一項 220億美元資金 來改善現有的邊境場 或建新的邊界場 為執行各種嚴格措施 格林將禁止美國在經濟上 援助那些被美國拘留 或驅逐出境的人的來源國 去年6月 中印在邊界爆發嚴重衝突 雙方各有死傷 事後印度國內反共情緒嚴重 印度當局 先後下架了預百款中國的APP 近日 外媒披露稱 印度可能會阻止 移動營運商 使用中國華為和中興的電信設備 據路透社報導 印度電信部門在10日表示 6月15日之後 營運商只能從政府批准的可信來源 購買某些類型的設備 並表示 政府也可能創建一份 金紙採購黑名單 兩位不具名的官員告知路透社 華為可能出現在這份黑名單上 其中一名官員表示 如果一項投資 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 我們就不能將經濟效益 放在首位 印度電信部在11日 並未提供有關制定可信來源 或採購黑名單的計劃的更多細節 也未就此事對華為的影響置評 不過 另一位不具名官員告知路透社 在印度業務較小的中興通訊 也可能被列入黑名單 華為和中興通訊均未立即回復至評請求 報導稱 印度三大電信營運商中的兩家 Bartier Tell和Vodafone Idea 都使用華為設備 行業分析師表示 對華為設備的任何限制 都可能推高成本 官員還表示 印度不太可能取消去年 針對100多個中國移動應用的禁令 也不太可能 允許中國公司 經購印度航空 Air India 同年油箱 巴拉特石油公司 Baret Petroleum 等國有企業的股份 去年中印邊境爆發衝突 印度先後封殺了100多款中國APP 指控這些應用程序 對國安構成威脅 侵犯印度國家的主權 今年1月 印度電子和信息技術部發布最新通知 從2021年6月起 永久禁止59款中國手機應用程序 包括TikTok、抖音海外版 百度、WeChat、微信 和阿里奇下的UC瀏覽器等 日本、美國、澳洲、印度 社國首腦首次會晤 在12日晚在線上舉行 這次會談 將討論整個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挑戰 以及就向發展中國家 提供新冠病毒疫苗的框架 交換意見等議題 據台灣中央社報導 澳洲總理莫里森 在12日表示 這場會議將成為歷史性的一刻 那將確保我們能夠更容易和平貿易 在海域和空域自由移動 確保我們這大片區域的便利化 貿易和流動 這四國是自由民主政體 共同捍衛我們的價值 確保我們是印太地區和平穩定一大之處 他還說 當政府最高層級齊序一堂 這將顯出開創印太地區和平穩定新基石的全新合作等級 將有利於印太地區所有國家 鑑於中共實行 允許海警使用武器的海警法 四國還將就實現以法治為基礎的 自由開放的印太確認合作 對此 日本首相菅義偉在12日 在日本政府和執政黨的聯絡會議上表示 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希望就展開廣泛領域的具體合作 進行切實的討論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導 在這次會談上 除了合作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外 四國還將就向發展中國家 提供疫苗的框架交換意見 以應對中共的疫苗外交影響 除此之外 四國還可能就預定下個月舉行的溫室氣體排放 大國首腦峰會 日益緊張的緬甸局勢 朝鮮局勢等問題交換意見 美國外交官員表示 華府也一直提倡 《四方安全對話》這個非正式組織 作為對抗中共 在印太地區與日俱增的政治 商業和軍事活動的潛在堡壘 根據路透社這個星期較早報導 美國高層官員透露 這次視像會議預計將進行約2小時 並為今年稍後的面對面會議打下基礎 香港47名泛民人士因參與民主派初選 而被控涉嫌違反《國安法》 村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香港法院星期五、3月12日 處理當中21人的覆核保釋申請 結果11人申請遭拒 其餘10人庭上表示撤回申請 各人終須繼續還壓 被控罪的47名泛民人士 其中21人星期五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訊 分三節進行 仍然由《國安法》指定法官 總裁判官蘇惠德主理 首批處理的被告是 梁國雄、岑梓傑、吳正鏗、袁家衛、 梁仿洪、毛孟靜 再被總裁判官蘇惠德拒絕保釋 歐諾軒則撤回申請 第二批處理的被告是 黃紫月、吳敏儀被拒保釋 黃之鋒、胡志偉、朱凱迪、 尹兆堅等陸人撤回申請 第三批被告包括何桂藍、 楊鵝橋、林卓廷、 岑奧輝、 黃伯宇和余慧明 其中何桂藍、楊鵝橋、 林卓廷放棄當日進行保釋覆核 岑奧輝、黃伯宇、 余慧明的保釋申請亦被拒 黃伯宇離開法庭前說 家人我愛你、朋友等我 余慧明就說 各位手足頂住香港人加油 最終包括歐諾軒、 馮達進、 黃之鋒、 胡志偉、 朱凱迪、 尹兆堅、 周嘉誠、 楊鵝橋、 梁國雄、 岑子傑、 余慧明、 毛孟靜共12人 放棄每8天 申請保釋覆核的權利 他們需還押至5月31日再審 其餘9人包括林卓廷、 何桂南、 王子月、 吳靜亨、 袁家衛、 梁仿鴻、 吳敏儀、 岑奧暉和 王伯宇 終於3月19日再出庭 申請覆核保釋 今日審訊 法院外依舊大牌長龍 不少市民等候旁聽 當中包括被告的親屬 根據司法機構最新安排 每名被告最多可獲分配3個親屬座位 部分傳媒 亦可以進入法庭旁聽 刪庭之後 梁國雄的妻子陳寶瑩 不滿梁國雄和岑梓傑被他保釋 他說 我們至現在法官保釋準則 在控方控罪書 只是指控他們參加初選 及無差別否決議案 我們律師指出因有新發展 王碧雲在昨天上訴庭獲保釋 這是新資料 但法官無作考慮 最後很簡單說 因無新理據 所以否決申請保釋覆核 維持原判 毛孟正丈夫 Philip Boring 庭外表示 希望法庭盡快展開正式審訊 否則保釋程序 只會不斷持續進行 對於庭上 毛孟正看起來相當潮緒 他表示暫時不方便 透露妻子的獄中情況 這一節的新聞為你報導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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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